哈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袁小花在干嘛了 小花你在干嘛 我现在帮画 你在画画 在给我们的索惠娜画眼线 索惠娜是一个大美女 和我这个大嫂一样的 这个皮肤特别是白 白种的一样的 又高又白又漂亮 等一下 我们的小可心不要画 ok 好 这是什么东西里面 这是什么 这是What tins 这是What tins 葡萄 是葡萄 不是inside yes black 我看了好像是油一样的什么东西 来看看我们的小可心 我们的小可心 带着我们小可心在那晒太阳 晒太阳不能晒那个眼睛 晒眼睛的话这个 因为这边海拔比较高 海拔非常高 晒眼睛的话 直接晒眼睛会不好啊 就是拿我们普通人晒的话 这都会被晒黑啊 好 再给我们的这个索菲娜 这个化妆哈 刘梅拉特别喜欢化妆哈 刘梅拉 他去读书的时候 每天早上的话 是应该是5点多钟就要起床 然后就花半个小时 装6点钟出门哈 他们这边起的特别早 这是 在这里晒太阳哈 其实我们在国内的话 他现在我们江西的话 还比较乐 这边的话 一早一晚是很冷的 我不穿两件衣服是扛不住的 在这边 很冷哈 所以现在是已经是1点 1点钟的时间 但是这边的话 也有点这个冷 还是晒下太阳 你像圆雪花 还有我们的小宝宝 这晒太阳哈 晒下太阳 在我们中国现在应该 还有些地方 东北的话已经下雪了哈 尼泊尔的话 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旱季了 因为10月就进入这个旱季 10月之前的话是雨季哈 7 8月 60月都是雨季 然后天天下雨 连现在的话是不会下雨的 是10月到3月 是不会下雨的 这是我们的小可心 小可心昨天的话是这个哭的 哭的不得了哈 昨天我们是去哪里 去那个 从这里下山 下山然后走到那边去了 然后从那个山上去 这里上上有一个卫生所 是给我们小宝宝打了个预防针 打了三针哈 打一针不哭 打第二针 第三针的话就哭起来了哈 然后回家的时候就哭的不 哭的哭的 哭了一个晚上哈 隔了一两个小时哭 隔了一两个小时哭 所以昨天晚上我和 和圆雪花的话都没有睡好啊 根本就没有睡好 不断的哭啊 这是这么长时间 现在是46天了 4647天的这个我们小宝贝 一般晚上都是不哭的 昨天晚上就是因为打了预防针的原因 这个哭的这个 撕清裂肺 杀猪一样的这个 你像我们的小宝宝 小宝宝第一个月的时候 偶尔也是哭一下的 是擦油的时候他哭一下 哭一下声音都是很比较小的哈 第一个月也很少哭 但第二个月现在长大了一点了 这个现在应该有 十多斤了 十二斤了 十二斤了 应该 啊 声音哭的现在也大了哈 四星天肺的像杀猪一样的这个哈 这我们的小宝宝 这是我们女妹拉 女妹拉特别喜欢化妆哈 对化妆有很大的一个研究啊 经常化 每次给自己化妆的花半个小时以上哈 给我们的小宝宝擦粉 有女妹拉 我们这个圆小花打扮的话 我们的小宝宝肯定会打扮成一个小美女哈 啊 小小的美女 还有索菲拉哈 在我丈母娘家里面的女孩子 好像都是颜值都非常高啊 颜值都非常高啊 大嫂还有这个索菲拉 还有丽莎的这个表妹啊 还有这个小芬格啊 我相信我的小女孩也是一个 非常漂亮的一个小美女哈 因为这个 漂亮跟这个基因有很大的关系哈 啊 还有一只后天化下妆嘛 就是这个基因的话 我感觉我丈母娘家的这个基因 漂亮基因是非常好的这个 因为他们都不胖哈 我丈母娘家的人都不怎么胖 其实很多尼泊人的话 他都是很胖的这个哈 体型很胖他的基因 但是我丈母娘家的人 比就比没有很胖啊 还有一个就是有些人皮肤很黑 其实我丈母娘家人们的话 皮肤都不黑哈 就是干农活干多了一点的 稍微比较偏黑一点 像我丈母娘还有 呃老丈呢 其实我我丈母娘 她的一个妹妹的话 呃在城里面呢 就是丽莎妈妈 她都是这个 皮肤很白的哈 丽莎也皮肤很白 身材也很好 也没有什么胖胖的什么的 黑黑的这个 没有这样哈 这不是挖那么掏耳分的 不是掏耳分哈 是这个耳朵 耳朵框里面他们擦油的时候 怕这个小虫子装进去就放了点油 所以要把这个耳锅这个东西的话清理一下 定时要清理一下哈 所以带这个宝贝的话 我无名的感觉有时候很大的一个压力啊 感觉啊 主要是这个精神压力 当然这个 物质方面的这个经济压力的话也是有的 但我觉得还是其次的这个 主要是怕这个宝宝哭啊 怕我把这个宝宝不睡觉啊 也是上厕所啊 这个 感觉 很担心啊 因为我们这个新手爸爸妈妈妈 很多事情都不懂 所以感觉最近的话 虽然我没什么事情哈 就是每天早上学学英语 每天看两个小时英语 上一些课 再 看个小时英语 然后就拍一些视频 其实事情也不是很多啊 对这个宝宝 带这个宝宝感觉这个压力很大 对不是精神方面的这个压力 不要让这个宝宝上一个眼睛啊 眼睛 而且宝宝很可爱啊 现在眼睛不好 抱你好 上午的时候还不怎么哭啊 就是不怎么睡觉了今天上午 特别是昨天打完预防针之后 刚开始打预防针哭了一下 然后回来一两个小时 三四个小时都没哭 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就哭的不得了 总哭总哭 昨天晚上我和你们俩真的是没有睡好啊 平时我现在压力都感觉 小宝宝一哭的话 我就觉得感觉莫名的压力 因为我抱的话 感觉 抱着不习惯啊 抱一下的话感觉特别累 抱着这个手的话 神异常的话就 这个手的话就那个 就被痛 里面俩现在搞了一个这个 布围巾围着这个 晒太阳 我丈母娘的话再 在洗碗 在洗碗 我丈母娘 等一下我来洗衣服 因为丈母娘等下要出去干活了 这个 不能老麻烦这个丈母娘 这个水的话是三泉水 其实这管子上是那个 山上接下来的三泉水 非常的 非常的好 它这个不要钱的 不断的流 不断的流 这个水 丈母娘洗完这个碗的话 就我来洗这个衣服 这是我丈母娘家养的一只大公鸡 过几天的话 等那个小鸡稍微长大一点的话 把这些大公鸡杀给里面 杀个圆小花石 这是二嫂在下面洗那个碗 这是二嫂的这个 二舅主的话 这个房子 在这边视野特别开阔 晒太阳看风景特别好 这是一个全貌 还有些羊 羊在那边 羊在那边 这是羊圈 好 那我们就开始 我要洗衣服了 那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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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